眾所周知,今天是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也就是傳說中的母親節 不會有人現在都還沒跟自己媽媽說母親節快樂吧? 不會吧?這樣很容易出事的 你媽媽現在不說你,再過幾分鐘就打電話給你 喂? 喂?在忙什麼? 沒有啊,今天放假沒什麼做,就在宿舍打遊戲吧 今天是母親節,你不用回來看看我嗎? 唉,母親節一點表示都沒有 看來你都沒有把我這個媽媽放在心裡 今年下半年你都不用知道有好日子過 沒有生活費?自己搞定吧 我不是你媽媽 你都不幫我那個母親節,我為什麼是你媽媽 不過我相信絕大部分朋友 經過這麼多年自己親生媽媽的訓練 一早就已經形成了條件反射 一大早就自動自覺發微信給自己的媽媽 祝他們母親節快樂 甚至還發朋友圈 原無意外,這個時間段 你們已經在朋友圈見了很多位女神的家長 女神一發她跟她媽媽的合照出來 祝媽媽母親節快樂,永遠都這麼美女 你們就立即去評論說 外母大人好,不過一點用都沒有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女生過母親節是有優勢的 因為女生表達愛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他們對著貓貓狗狗都可以很自然地說 我喜歡你,你喜歡我嗎? 那對著人類就更加不用說了 平時跟姐妹一見面就 寶寶,我很想念你 愛你愛你愛你愛死你 你何時見過男生跟兄弟見面會說 寶寶,我很想念你 愛你愛你,愛死你 不會的吧?男生只會說 叫爸爸? 男生在表達感情上是有天生的障礙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感情 最終表達出來愛的形式 只有一種就是父愛 母親節向媽媽表達父愛 好像不太好 賢淑,這麼多年來,辛苦你了 你這樣跟媽媽說話 你媽媽不打理你,你爸爸都喜歡你了 死臭小子,賢淑你叫的嗎? 我叫的嘛 那男生還可以怎樣過母親節?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送禮物給媽媽 送公仔沒用 送手式心糖 最重要是不夠錢送 想請媽媽吃飯 自己煮不好吃 出去吃,只吃得起 你肯X機和XX 還不如自己煮 直接心情告白 就是開不了口讓他知道 思前想後 我覺得男生能夠準備到的最好的禮物 同時 亦都是我們媽媽最喜歡的禮物 就是 寫一封感謝信給他們 你開不了口而已 但你寫得下手嘛 但是感謝信這些東西 就肯定不能當面交 提前寫好 跟著寄出去 媽媽收到的時候 就既驚喜又開心 而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今天就是母親節了 我現在寄一封信出去 隨時到了父親節 還未再寄回來 那這個母親節 我豈不是什麼表示都沒有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到了今時今日 母親節節節日的用途 都只不過 是提醒一下大家 差不多是時候要關心一下媽媽了 但其實 這些關心 有時候實在太淺了 關心是需要提前的 提前就代表你是記得我的 你是將我放在你心裡 你又不是真的關心你的媽媽 那你記不記得她什麼時候生日 記得的話 那就要記得 提前準備好生日禮物 不記得的話 現在就跟媽媽說 今年我幫你過三天 接著開始提前準備 這個是沒有親節的意義 最近都少了見面 有什麼辦法可以陪你多一點呢? 啊!我想到了! 以後我們每晚一起看月之一二 然後同時點再看 再轉發出去打卡 那每晚都有我陪著你 你又陪著我 你說好不好啊? 等一下 なるほど 我來看一下 我拍了一些 反應 不斷了嗎? 感谢观看